随着游戏发展越来越快 每个角色的挂件也越来越多 当然部分角色甚至还没能拥有一个紫挂 因此有玩家也开始发挥想象 自制出了多款挂件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款是通用挂件红圈鸟 说实话 这个名字感觉是在嘲讽先知红圈套鸟的感觉 整体的造型就是一个白色的鸽子 在一个红色的圈子里面 确实像极了求生者红圈套鸟的状态了 虽然没有任何特效 但是侮辱性极强啊 强烈建议官方上线 是一只长胖的小老虎 然后身后长出了一对翅膀 手里还抱着一个绣球 整体造型非常的Q萌 只是作为挂件挂在身上的效果 就是太小了 如果能放大一点就很不错 第三款玉石胸针 这是一个由一条金龙缠绕的一个宝石 而成的胸针挂件 整体感觉比较高逼格 有点王室贵族的感觉 并且作者还非常细心地 将佩戴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可以佩戴在胸前 一种则是佩戴在身后 作为一款胸针 当然是佩戴到胸前更加合适了 第四款迷宫陀螺 有点像小时候玩的那种陀螺玩具 整个造型是由木质的把手 和金属轮廓而成 在白色线圈的衬托下 俯视图看下去 感觉非常的高贵 算是一款中规中矩的挂件 第五款夏日回忆 这是一款雪人雪糕造型挂件 在炎炎的夏天里 看到这款这么可爱的雪糕 瞬间感觉到了一股凉意来袭 而且还是一款通用南挂 哪怕没有任何特效 相信很多人都会被它的造型所吸引 以上就是玩家自制的五款挂件 你觉得哪一款更加好看呢